你看我来什么好地方了,带孩子体验月球之旅,孩子喜欢又能长知识。 这个是用全景视频的方式,重现了1961年到1972年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载人登月计划,又叫阿波罗工程。 目前看到的就是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的场景。 那时候一共是有6艘飞船成功到达了月球,并带回了381.7千克的月球岩石样本。 这个场景就是畅想了未来在月球上建立基地的样子,让人甚临其境就像在现场一样。 你知道吗,月球上最年轻的岩石样本都比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样本还要老。 从32亿年到46亿年,你可以想象这个是多么古老的。 场景里面还展示了科医博代的小行星。 我在这里整整看了一个多小时。